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为自己 他自然会引火烧身 他不是引火烧身来 引水灭火 他是蛇来的 那我们昨天在44图 推背图44图当中呢 说要出伟人 伟人是不是习近平 不知道 因为现在看来的决定是来自于他个人 不是党中央 是他个人突然做出的决定 应该讲把王沪宁都给跳 因为中共的内部 中共的官媒没有跟上 所以他应该是甩开王沪宁自己做出决定 要求林郑月娥怎么做 林郑月娥做了 连底下建制派的人 基本都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发生什么 被叫过去 还有今天早上才接到 就是他有的人接到消息比较晚 时间都不是统一的 也就是林郑月娥在做这件事情 自身都很仓促 但他照顾的面很全 因为他把所有香港的政商界的头面人物都召集来 宣布的这件事情 宣布完之后 录的一些没有任何提问 没有任何质疑 什么都没有 我们刚才节目中讲了 什么都没有 只有传达指示 传达命令 所以这样的传达 新华社跟环球时报都没有跟上 中共内部媒体没有跟上 只是公布了消息 从而断定应该是习近平个人发难做出的决定 那一个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称帝 那另外可不可能他出现 不知道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过 我讲他是恶的 但我讲一直 我们当然节目中对习近平一点不客气 但我们始终坚持他是个人 他是个人 他被乱七八糟诱惑 但是他是个人 所以我们看会是什么 但实在的变现 他为他自己也没问题 他为他自己 10月1号称帝 他同样会表现出 他的客观走向这一步 这就是定数 我跟大家多说一句定数呢 一直我们用了女娲的概念 对吧 人有三魂七魄 所以在造人之前就有了天地人 造的天地人 造的定数 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出现 他是第七个古佛 他只不过完成了一个定数过程中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圣经启示录当中也讲了七的定数 而这些都跟人的七魄是相关的 而开天辟地造人是三 是不是 所以我说天就像人 我们房子的屋顶一样 地就像一个房子的四周一样 就像个家 但它同样又是一个困索的过程 那房子里造了造了房子盖 你不是盖棚子 又造了墙 就成了房子 房子里得有人 造房子是为了里头有人 天地为了人 但是人不能上天地 民间 我们在民间有一个说法 说这孩子很闹 那奶奶妈就骂 说你这小王八高的 你敢上房接瓦 上房接瓦就是通了天了 造反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的出现 那人同样是有着这样的天地人的概念 就我讲的是这么含义 那在这个风尘演义中 女娲造的人 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女娲却毁无了商朝的 昼网 28年的定数 所以定数的本身 是定数的本身 是来自于高过造人的神 造人的神只配人知道 传说中知道 而这地球上的一切 人 围绕人的一切 是更高的神确定的 他在定数上表现出来 在定数上表现出来 所以七的定数 是被神来展现出来 为了人的三魂七魄 为了人间的 我们看到的故事 而我今天说的是 这一切在改变 七的定数的本身在改变 那谁在主持的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未来佛 是未来佛的出现 是创世主的出现 是弥勒的出现 那他有什么本事能逃出去 对不对 人定胜天 你绝着屁股放个屁 你把天崩着 人定胜天 南方朋友听不懂 北京人管屁股 叫定 人定胜天 所以骂毛泽东当时的 邪恶的说法 人定胜天 所以我刚才 绝着屁股放个屁把天崩落 这是我说的 人定胜天是毛泽东说的 而定是屁股 是北京民间的俗语 我给他合在一块 我说这意思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人定胜天的人 就是你放个屁把天崩落 你试试 谁不崩 这是孙子 说 开玩笑 这是定数来的 这是定数 今天我们遭遇的这一切的改变 所以你看到 这个 这个 江子牙被这个姚天军 在石阶镇的时候被姚天军 给射去掉他的三魂七魄 只剩下一魂一魄 如果这个魂魄没了 他就死了 他死了 魂 天地人的人 天 其实他留下的应该是他的 是他的天 他的人和地应该没了 他的天在 那魄呢 七魄当中哪一魄呢 我忘了 所以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有天在 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已经去了这个风神台了 主管风神台的神一看是 是江子牙 这不行 他不能收 就给他推走了 给他推走了之后 碰到了谁 碰到的是 原始天尊身边的大弟子 你看到嘴边忘了 他带个葫芦 南极先锋 南极先锋一看 是江子牙魂魄已经飘出来 人就完了 那块肉基本完了 赶快给放到葫芦里头 给他装了 是碰上南极先锋了 而他的原因就是说 他最后的魂魄 还有他的师父在 这是修行人的真正的概念 所以敢违背 敢用神的话 佛的话 去为自己之所用 这就叫七十灭族 灭族的族 是你的族人全灭 大逆不道 你可以不用 但你不能乱来 但是等到了赵公明的时候 鲁鸭去毁他的时候 用了类似同样的办法 但是赵公明没有三魂七魄 没有三魂七魄意味着什么 他突破了定数 突破了与人相关的定数 其实他几乎出了三界 他手里的二十四颗定海珠 就是后来燃灯古佛用他造出的二十四层天 所以赵公明的表达的概念 后来就是出于一点点妒忌 妒忌什么 小心眼的 鸡贼 就跟现在习近平一样 跟他一样 一鸡贼一小心眼的 被落宝金钱打下来了 对不对 那打下来 最后赵公明死了之后 他都已经突破了 几乎突破了 我们当时讲的时候 我根本没理解到这个程度 所以跟大家讲不下去 讲不清楚 有没有 陶哥你继续说风神演义 我回头再说 估计能说得透了 现在再说 要比那时候说的要透多了 所以我自己同样也是变化的过程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所以咱们讲故事 你听我节目 你总觉得 昨天讲跟今天讲重复呢 但总不懂又不重复 其实是就这么回事 那赵公明后来成为了武财神 意味着什么 今天所有败钱的人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你崇尚利益的人就是下贱的 利益 钱是最大的利益的代表 赵公明那么大本事 没弄成 成为了武财神爷 你只要给他烧香 你注定就是地狱的鬼 因为他是毁在这上的 他毁完之后成为了财神爷这个神 而这个神让所有人败他 就是毁掉人 赵公明是恶的 在修行的角度上就是恶的 而人们去拼命的败财神爷 不是绝对的 从修行的角度上说 你败财神爷就是去地狱 与神同行的影片中 钱是假神 败财的人是假神 其实 他也不叫假神 他是相对而言的 那赵公明难道叫假神吗 他是真的 但是呢 所有败他的人被矿在里头 啊 很特别 被矿在里头 林郑月娥就是我们说 我说的意思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提出了这个撤回送中 那国内的反应 国内报道林郑月娥撤回恶法 他说没有显示留言 不给显示留言 谣言四体是否是中央的意思 新京报 微博上报了这条 其实是应该给 给封掉了 不显示 网民留言 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习近平个人下的决定 撤回 拒绝成立独立调查 新京报率先在微博上报道 留言部分 有一上百人留言 但封掉了显示 下午跟人大政协建制派 外交会面时 外交部港澳办都派人紧盯 甚至直接向与会者打听 而北京的政治 媒体 学术界人士质疑 撤回是否是中央的意思 所以既可能是林郑自己的意思 要做最后一搏 也可能是习近平自己的意思 很难想象他去抗争习近平 我个人觉得很难想象他去抗争习近平 如果习近平自己单独找他 卖过王沪宁 卖过外交部 非常有可能 但是他的中心只在撤回一点上 而就林郑月娥本身呢 如果是他自己的决定 也有可能是他完全失聪了 失职了 就是疯了 这么讲 就是疯了 那女人是可以干出来的 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是因为9月2号路透社的 拿出了消息 9月3号他记者会上全班否定9月2号的说法 然后又说9月2号的内容是真实视察的 那这事就不好办了 对吧 所以这事已经表现出他的神志 就是精神状态有问题 中央社 调款后下午 港股暴胜 北京开始紧张 外交部与昨天的记者会的港澳办 下午被记者追问的反应 所以两个单位下午都紧盯林郑月娥 接见建制派人士的动向 所以他只接见所有亲中共的人 他却没有接见 普遍接见所有建制派的 所有这个民主派的立法会的议员 所以他还是在替中共说话 而他不是 他很难说在独树一帜 但是呢 我依然坚信 我同样坚信林郑失智 失去 失去他的判断力 他有可能游行在做 我没直接说是精神病 那不是没有可能 就是说 如果这种现象出现的话 要不然是习近平下命令 要不然单独下命令 要不然就是 林郑月娥可能精神刺激 都抱着怀疑态度 传出的时候 在六点钟宣布将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 这些人开始质疑林郑的说法 是否是中央的意见 所以北京城完全被封杀 消息两段 这个说法 你可以讲是林郑自己的干法 他不辞职 但他却自己宣布方式方法 显示一国两制 不知道 也有人认为林郑突然宣布撤回 是配合北京的演出 一来是否反驳路透社 北京寸步不让报道 二来是要削弱 在港争的正常性 香港港争的 我没明白香港港争 借而孤立这个五派 五派无所谓 根本谈不上孤立五派的问题 五派里面太多是警察造假 警察干的这些最邪恶的事情 栽赃给所谓的五派 而五派一共有多少 真正的五派有多少 冲突的时候 在跟警察冲突过程中 才有多少人 千八百人 对不对 大游行多少 两百万 一百万 三百万 你怎么能分化 不可能的 但我个人的看重就是 北京出现了混乱 所以显然就是两条 要不然林郑月娥独断专行 要不然习近平下达命令 而林郑月娥的独断专行 将对北京带来极大打击 所以习近平的做法 如果在其中为了确保十月一号 或者他另有所谋 但是他在抛弃王滤宁等人 这次也有认为是独断专行的结果 减轻自己的压力 向北京表达 如果想平息是专 不能寸步不让的态度 如果是这个说法 是迎合了他 证明了路透社他的做法 所以他要真的行使一国两制 也有认为港澳办作业记者会态度极其强硬 习近平一直强调斗争的重要性 那林郑跟中央态度完全相反 内情不单纯 不得不让人起义 如果是这么说法 那就有林郑月娥去代表 江泽民曾庆红的派系 挑战习近平 谣言四起 谣言四起 如果是这样的概念 谣言四起 习近平失控 这是肯定 习近平失控 无论哪一个方向 都是习近平失控 这点是可以确定的 突然撤回恶法 网民感到惊讶 中央输了 港府输了 费青莹了 林郑月娥撤回 这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对于香港抗争的人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香港抗争的人来说 没有用了 但是对于北京来讲 打击巨大 打击巨大 对习近平打击巨大 网民惊讶说 妥协下次就不是香港闹了 就是内地了 没输 暴乱就答应诉求 你让十四亿双眼睛 学到了什么 不想网易政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中美贸易战 你也就认输算了 所以这是 这是因为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把 在反送中的过程中 完全顶破了天了 顶到天了 你现在突然撤回就全网了 所以这是 我跟大家说臭鸡子 所以你要看 从哪个角度上说 因为真相没有出来 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 各个可能 但北京城谣言四起 习近平失控 这是真的 除非他主动的要求林郑月娥这么做 主动要求这么做 那表明国内完全分裂 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 连外交部都不知道 有网民却不认为是输了 关中央屁事 赞同给港独一个套 这也可能不知道 因为港独根本就没有力量 什么输赢 中央什么时候跟你们斗过 你们自己搞的事情 这基本就下败了 港股下午急升 肯定是我们要赢钱 股市代表国运的能力 你觉得费轻盈了 股市不会崩 才怪的 那如果港股的消息是对的 我觉得现在都不好说 因为外交部跟港澳办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认为背后肯定出事了 太蹊跷了 让不肯定是得让肺青付出代价 或者是更强硬的措施 你看不看的形式 你看你是否看懂形式 就在这一台节奏 明显港府在下套 港府侠套干嘛 分裂香港人 对不对 那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 因为其他都没有用了 他怎么分裂 极其强硬的表态 林郑月娥的表态很 很不咋地 你我你我看完完整的录像之后 很不咋地 谁都看出这是个骗成 所以 我我个人认为这是天灭中共 在人间的第一步 天灭中共在人间的第一步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新闻联播没说 环球时报老总要正式解读 所以这是跨过了王国宁 新闻联播没说 他不知道怎么说 那环球时报是自己说正确解读 他不知道 什么叫正确解读 这是在在微博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是否这个胡胡胡胡胡什么胡什么 他是否还在在香港 那我们不知道 似乎应该在 晚上新闻联播中 没有提到新这个消息 新华社则有报道 但标题是 林郑就打破困局提出四项行动 所以撤回这个词 是对习近平的打击巨大 撤回这个词 对习近平的威权 威权力打击巨大 那林郑这么做了 所以他未必能够分化香港人 反而却直接打击了习近平 那如果是习近平下了命令 为什么 为了表示他称帝退后颁布 让步 没准不好 要需要时间给解答 让步的意思 那就像王岐山在2017年19大 他裸退了 谁都没想到 裸退了 有点再回来 有可能 习近平可以做到这步 未将撤回放在标题 而到了香港来的胡锡进 在评价说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呼吁各界都要积极正确解读 胡锡进自己不在圈里头 在这种情况下 连外交部跟港澳办都不知道发生什么 他没资格知道发生了什么 新华社香港报道 都是他内容 四项行动占了一半 另外是声明 持续出现的暴力 正动摇香港法治 等等 是这段讲话 所以 他们在报新闻中 新华社报新闻中 只用林郑是怎么说的 不做任何跟进 所以 我还是说那话 中央出乱子了 有两段与香港有关 第一段 达律师嘛 什么记者会 现在迫切是直报 另外一段 是民间联主席 要求警方继续严正法维护 所以 新华社新闻联播的香港报道 已经晚了 已经不是新闻了 那个东西已经没用了 微博推特回应 支持撤回恶化 认为是新起点 微博上四个行动 包括撤回恶化 希望香港各界 如何正确解读 内地最大的愿望 就是香港好 所以 应该讲 胡锡进是垃圾 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被抛弃的 我个人看 看点是被抛弃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所以 我还是说那句话 8月31号 香港的事情 高于了断 回到中国大陆 这是很明确的 感谢朋友们 请石涛喝咖啡 对石涛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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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